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跟他上阵国际山庄的选区 所以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大选的时候可能又用很多创意 然后一起结合了电影人物来做宣传 我觉得都是让他是很多姿多彩的 只不过如果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不被鼓励的啦 手机WhatsApp的内容翻译有错误 组法力否认他打假球 他要上诉 打小人咒骂短片惹起中意 决成法师就有说到 大选没有必要制造仇恨 这次确定是用Plan B了 因为高庭撤销蔡天强的诉讼 蓝眼选票是集中在一名22岁的独立人士身上 关于蔡天强的提名争议 今天是有了结果了 看到高庭今天就以程序不当 还有没有选理权限这两大原因 驳回了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挑战选举官取消他提名资格的宣请 就是说到呢 蔡天强注定没有办法上阵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了 那高庭上诉及特别权力组法官 宣读判此的时候有说 他并不是在1954年竞选犯罪法令下 受委的选举法官 所以他是没有司法权去审理这起案件的 而且他认为蔡天强挑战选举官 拒绝他的提名资格是属于选举争议 而在1981年选举条例选举进程 第四六七和八的条文当中 已经阐明候选人在提名日当天提名 而发生的枪关争议 都是属于选举程序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他是去错地方上诉的 对就是简单来说 那法官也表示啊 蔡天强应该通过选举诉讼 而不是以元素传票的形式来挑战 选委会以及选举官 那这项举动其实已经违反了 宪法第118条文 虽然法官是驳回了这项宣请 但他同时也指示蔡天强 其实不需要支付糖费 刚刚我们就说到嘛 这个元素传票 到底什么是元素传票呢 今天我们就访问到了陈坚汉律师 请他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其实法庭是基于几项理由来拒绝 蔡天强的这个诉讼案的 第一个原因是 法官是说蔡天强 他用错了这个法庭程序 因为其实蔡天强 他用的是元素传票 元素传票其实是我们民事 诉讼的程序的其中一种 适用于普通的民事案件 所以选举案件呢 我们有特别的这些选举的 诉讼的程序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些 法律条文呢 选举案件其实必须使用 选举的程序 包括不可以用元素传票 只能用选举诉讼 或者是请愿书 Election Petition才可以的 第二呢 这一名法官他也说 他没有这个司法权限 去临审这一个案件 主要原因是因为 所有的选举案件呢 都是在选举过后 由我们的这个首席大法官 特别委任一个选举法官 来临审所有的这些选举案件 其实刚刚听了陈律师这样子说 如果现场发生了任何争议 好像就是意味着 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上诉 一直到大选结束之后 刚刚有说到 要这个大法官才可以去处理 就是有特定的法官去处理 那现在就说到蔡天强 真的是确认不能够上阵 不过呢 公正党是有plan b的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今天就宣布说 上阵巴都的独立候选人 也就是22岁的法律系学生 帕巴卡兰 他会继续带着西蒙的理念 上阵这个国席 那他就欲请选民支持 这名全马最年轻的候选人 也就是只有22岁的帕巴卡兰 那至于他本身呢 他自己会全马走透透了 为其他西蒙的候选人去助选的 然后当被问到 是否有和帕巴卡兰 亲属协议的时候呢 防止他就是这名独立候选人 万一中选之后 他跳槽这样一个情况 蔡天强就说 目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 担心和忧虑的 不过虽然蔡天强没有办法上阵 不过他有说 他会全马走透透 所以是相当忙碌的 因为要替其他候选人去助选 那么分秒必争的竞选期里面 你想看一下 候选人就是一直在去掰票啊 可能就是要去助选啊 等等的事情 如果你是有八个小时 你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你可能可以去几个选区了 是耶 可以跑 因为你小地方的话 真的可以跑好多个干部了 一整天下来可能行程跑满满 但是八个小时 让一位候选人 真的是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只不过对于市庚庄区的 这个候选人黄瑞琳来说 他今天的八个小时 就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录取口供 他犯法咩 好 这情况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他录取口供呢 主要是因为他怀疑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 也就是加玛尤诺斯 之前不是有说吗 他去那边派钱 那个情况 就是去到这个 市庚庄的巴山那边 高要的派钱 给贴上支持国阵贴纸的 摩托骑士还有驾驶人士 他就认为这是涉及会选 所以他今天就到沙南的 反贪会那边去投报 那虽然加玛之前不是有声称吗 也不是有解释说 这个钱是商家赞助的 不过黄瑞琳就认为说 加玛的行为呢 真的是有会选的嫌疑 他就希望有关当局 介入调查 结果他从早上九点去投报 一直被要求等待等待等待 录口供 直到他处理完所有的投报之后 走出来前后花了八个小时 好像是录口供那样子 就是感觉上有很多人就觉得 现在是谁犯 就是谁被 就如果我投报你的话 你去录八个小时 好像还比较make sense 但是我去投报 结果我录了八个小时 可能这个事件非常严重 所以加玛不知道 可能还要录九到十个小时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 去去去做沟通啊 交代这样子吧 那反贪会的录口供 要让候选人前后耗了 八个小时那么长 警方的录口供方面呢 我们看到全国警察总长福之说 警方现在还在援引 2018年反甲新闻法令调查 敦马哈迪 声称他的专机被破坏的事件 那在有必要的时候呢 警方就会传照 马哈迪协助调查的 虽然民航金还有相关的 这个航空公司之后 已经是证实有关的专机 只不过是技术问题 不是被破坏 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因素 但是敦马还是坚持 他是专机被破坏了 要阻止他去提名的 所以之后 敦马会不会去被传照 录口供 录了时间多长呢 可能我们都会 跟大家更近的啦 那其实除了反贪会 还有警方非常忙碌之外 选委会也真的很忙 忙什么呢 就是一直去拆这个 不符合条例的竞选横幅啊 之前就是捡横幅啊 贴横幅啊 等等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呢 拆除横幅 就是拆除的是这个 国阵的横幅 因为之前不是有说不公平啊 好像只是拆 反对党的横幅 那今天就看到了 国阵之友上在一个视频 里面就显示 即使国阵出现不合格的 竞选横幅 一律也是会被拆除的 就来说明说 选委会对待哪一个政党 其实都是以视同仁 那根据这一个视频 也看到说 选委会官员就说明啊 选委会他们除了是拆除 国阵不合格的宣传品之外呢 同时也是秉公去处理 也拆除了伊斯兰党 违规的党旗 所以总结来说 不管是谁的党旗 只要不符合规格 他们都会拆 是的 那看起来 这个大选 有一点点的不和平 因为呢 好多这样的破坏事故 那警方就从大选提名日 到昨天哦 已经总结一个数据 就说全国已经接到 860宗的投报 当中呢 是以竞选海报 被蓄意破坏 等等的类似案件 是居多的 全国警察总长福智 今天向媒体指出 除了有竞选海报 被人蓄意破坏之外呢 玻璃市 吉打和马六甲 在内的三个州署 还有发生焚烧党旗的事件 对 吉打州 双西当年那个 我印象深刻 因为就是我家乡嘛 那那时候大家 我们在讨论上 也很担心说 如果这样子焚烧 又没有人的话 担心会引起火灾的 真的咧 所以我们看到提名以来 很多地方都出现 这种破坏党旗啊 等等的事件 冲突啊 一直发生 对 那看起来 这个选情是太热了 很多支持者的 那一个热血啊 突然间也上升 变得很冲动 然后总会长廖宗来 就批评各种搞流氓 暴力 假新闻 仇恨等等的文化 所以就呼吁 马来西亚的华社 一起抗拒这类 不良的政治文化 那其实说到仇恨文化呢 今天就有一个 政治宣传短片 引起大家的争议 因为这一个 是以打小人作为主题 这个政治短片呢 先是非常恶言的在诅咒 再来就是用力的打小人 那直接点名 马华民正 还有国大党的领袖呢 那就是直接 就是这样子 里面的内容 就涉及了宗教啊 而且是很有争议性的内容 结果就 大家就在讨论 议论纷纷了 不过拍摄 制作这个短片的人 后来是有接受 媒体的访问 他的名字叫安迪 那这个安迪呢 他就声称 他只是拍 然后把这个短片 就交给行动党 乌拉港区候选人 黄田志 那至于短片 要怎么流传出去 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里面了 对于这个短片 有一位被点名的人士 也就是民政党的主席 马秀强 他不禁地感叹 选举需要到这种地步吗 那他就说 选举是民主的 是让选民去比较 候选人过去五年 做过什么东西 以及未来五年 将会怎么样 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他认为 是不需要制作 这类型的视频了 那其实我们来说 看一个比较中立的人士 完全没有政党背景的 我们来看他说一下 怎么看待这样子 一个打小人 制造仇恨 这样子一个短片 说的就是佛光山 新马太印总助持 绝宠法师 他就强调 大选是让大家 利用手中的一票 去选出 大家理想中的 政府的一个方式 没有必要制造 种种的怨恨 或是仇恨 或是以打小人 这种没有文化的方式 来奏骂其他的人 绝宠法师有说 以打小人这种手法 来诅咒某些 他们非常痛恨厌恶的人 绝对不是佛教的仪式 要知道 所有因果都会 清清楚楚地 回到自己的身上 即使是怨恨一个人 也不至于 指名道姓 去诅咒他人 断手断脚 而且他认为 这种风气 是不可长的 这种不健康的风气 就是在反映那些人 无知和愚昧 其实这一次政党 就是流行拍宣传短片 也不是所有的 都是这样子咒骂的 有的是会自我宣传 就是各种方式 就吸引你的注意力 那就品开那种 这样子咒骂 或者是比较仇恨的 宣传方式 现在你看到 大家都在推出自己的 这个宣传短片 有哪一类型的短片 你觉得最吸引你呢 选择LINE的话 就是这类型 候选人亲自演出的 最好还有唱歌的 如果你点选Love的话 就是要打温情牌的 最好还能够催泪的 选择Wow的话 就是喜欢那种 有演员拍摄 有故事 有剧情的 三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 官方FB投选